曾智偉早前去了日本北海道旅行 在自駕遊時發生交通意外和對頭車相撞 智偉還被爆今次與前無線女化妝師Vanis一起去旅行 還被當地警方要求做酒精測試 而在12月27日 智偉發聲明強調自己沒有罪隔 當時沒有喝酒 當地警方亦沒有要求他做酒精測試 而且錄完口供後 日本警方表示智偉已經可以隨時出境 而智偉最擔心的就是車禍中受傷的高級警務人員 希望對方可以早日康復